猫猫唱堂詩 當風變得涼爽 葉子在冰黃河凋落 就代表秋天來囉 今天我們猫猫唱堂詩 要介紹的這首詩 也是跟秋天有關係的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去聽聽看吧 秋風雨 劉雨昕 喝出秋風池 小小送煙群 找來入品樹 顧客最先問 何處秋風池 小小送煙群 找來入品樹 顧客最先問 何處秋風池 小小送煙群 找來入品樹 顧客最先問 從這首詩裡面 真的可以看出 世人真的非常想念他的家人呢 尤其是秋天一到天氣變涼的時候 他就更想念家裡人的溫暖了 從前的人啊 因為讀書或者是工作的關係 都要到離家好遠的地方去喔 真的非常辛苦呢 秋天這個季節啊 真的特別容易讓人覺得思念呢 小朋友 你們覺得呢 感谢观看